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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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手跟老手練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唯一不同的是不同重量 帶給你不同的負荷強度 所以今天我會帶著剛踏入健身房的豪哥 來跟我一起做訓練 那全程都會使用跟我相同的動作來練胸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訓練吧 還記得上次許下的承諾嗎 哼 終有一天我也要成為巨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1個動作 槓鈴臥推 今天這個動作我會使用較高的重量 大約6-7RM的重量來做5x5 當然這只是剛好這一週的訓練強度落在這個訓練量 組數跟次數會隨著課表的安排有所不同 組間休息因為是大重量的關係 所以會做到大約2-3分鐘 而豪哥的話今天我會先讓他用大約12-13RM來做時下無助 這個動作主要讓我們鍛鍊 胸肌中下段 協同肌為前三角以及三頭 休息時間為2分鐘 第二個動作 槓鈴上雙推 這個動作我會選擇稍微輕一些的重量 大約15RM的重量來做12下無阻 主間休息2分鐘 現在已經好了 而豪哥的話今天會讓他一樣用大約12-13RM來做時下無阻 這個動作主要讓我們鍛鍊 胸肌中上段 協同肌一樣為前三角以及三頭 第三個動作 夾胸推 這個動作會一樣選擇稍微輕一些的重量 來做遞減力竭式訓練 前面會用時下訓練三組之後 後兩組會在無力的時候 力減重量繼續練到力竭 主間休息為2分鐘 而豪哥的話一樣 讓他用時下訓練完三組後 後面兩組會在無力時 力減重量繼續練到力竭 這個動作主要讓我們訓練 胸肌內外側 協同肌一樣為前三角以及三頭 如果健身會方沒有類似的器械 也可以用夾胸飛鳥代替用力 繼續 加油 到底用力夾得很好 很好 注意呼吸 用力夾 水 平了 平了 用力 平 慢慢放 慢慢放 可以了 水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最喜歡的三個練胸動作 當然還是會建議如果你是剛接觸重訓的新手 在操作自由重量的時候 旁邊最好還是有一個有經驗的健身者 或是專業的健身教練 幫你看一下會比較好 那豪哥 今天這三個自由重量的重訓動作對你來說 你會覺得很困難或是複雜嗎 我覺得都不難 就點一下就會了 點一下就會了 你是想說你的誤性比一般人還會高就對了 沒有 不好說 不好說是不是 偷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豪哥跟蔡浩士以前是同班同學 聽說他們以前是學校的學霸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簡該 下次見 掰掰 所以是哪個BOT 就是那個BOT 真的